美国国会一个两党小组星期三提出立法 以防止川普政府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 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 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请辞后 国会仍然密切讨论川普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下面有关详情我们立即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 带我们了解掌握 一华你好 包容你好 是的我们昨天曾经在新闻当中报道过 一个国会跨党派的小组呢 在昨天是提出了一项立法 目的是阻止川普总统在没有国会的批准之下 擅自的取消或是变动美国现有的对俄罗斯的任何制裁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弗林上将的这个请辞风波之后呢 川普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任何联系的有关消息 都在国会当中引发激烈的热议 那么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又再次提出了抨击 他抨击川普政府用人不适当 他同时也呼吁能够成立一个另外的独立的调查小组委员会 深入的调查川普团队和俄罗斯政府 或是官员之间的任何联系 那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 今天稍早例行记者会上的片段 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所有俄罗斯对川普总统所掌握的财物 个人和政治联系破把柄 而共和党掌握的国会不要再蒙蔽民众帮他隐瞒 是的与此同时 这个星期是川普总统上任满一个月的时间 佩洛西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也对于川普上任一个月后 毫无作为提出了批评 他举例以这个八年前奥巴马总统上任的时候 上任一个月之后 国会方面已经提出了通过了一项立法 能够刺激的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 不过他批评川普总统从上任之后 到目前为止白宫还是陷于一阵混乱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 在最近的记者会上 是将矛头指向了情报单位 他指责这个情报单位将这个讯息流露出去 那么对此在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 例行记者会上 也被媒体问及了有关的消息 不过瑞安议长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是没有对此做出正面的答复 他只表示有关于国家机密的这个讯息 对于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段 今天稍早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 在例行记者会上都这么说 我担心的是 是否有机密讯息泄露 那是犯罪 我认为应该要调查 这些讯息的流向 以及他们从哪里来 如果是机密讯息 那就是犯罪 必须要有犯罪调查 因为这危害了我们国家的安全 是的 当媒体问到说 是否会请弗林将军来到国会作证 来出席这个听证会 那么对此呢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是回答说 有关的一切情况将交由众议院的情报小组委员会来讨论和决定 那么他会对所有的决定表示尊重 主持人 另外呢 今天川普也和多位共和党议员见面了 双方谈了些什么呢 是的 今天呢 川普总统是在白宫接近了大概十位左右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那么这十位联邦众议员呢 都是在国会当中的 挺川联盟的这个国会议员 也就是Trump Caucus的这些议员 那么这个Trump Caucus的这些议员呢 基本上是在去年二月份 也就是川普还在竞选期间 一年前的时候呢 所成立的在国会当中 表示支持川普 以及这个大力挺川普的这种 这些国会议员 那么这些国会议员呢 他们是对于川普的政见 还有所喊出的口号 是表达了权力的支持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讨论会上呢 这个在会后的记者会上 这些议员是在表示说 这个今天讨论的内容 大致还是聚焦在贸易 还有提升美国的就业机会 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段 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柯林斯他怎么说 感谢总统做出的承诺 和坚守这些诺言 首先是提名了戈萨奇大法官 我们希望他能获得通过 他符合总统所承诺的 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条件 他将为美国人民维护宪法 在贸易上 他将尽快退出TPP 确保所有基础建设都是美国制造 这对美国钢铁业很有利 总统也将恢复 基石输油管道的建设 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总统将捍卫美国边界 建墙 是的 这个挺川普联盟的 国会议员团呢 是以这个柯林斯议员为首 那么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 是多次的赞扬了川普总统 在保持了他在竞选期间的承诺 那他们也表示说 相当的感谢川普总统 在上任之后呢 已经立即的执行 他所在竞选期间做下的承诺 并且表示他的政绩相当的多 这与刚刚我们稍早 所谈到佩洛西议员呢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批评说川普总统上任之后 毫无作为可以说 是相当分歧的两个论点 因此看得出来 国会方面对于川普的政绩 还是有相当大的分歧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掌握到的最新情况